不是你可以去学的 它自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样子 你再说的细一点呢 细一点就是弟子规 不是可以去做 自然流露啊 那你要学的啊 你把它记录下来就是那个东西 就像我们提倡的弟子规感应篇 《时尚越道》上一队 自自然而然做到 云云满满地做到 所以这些都是自信流露的得性 《善巧方便》这是话答 帮助别人 回归自信 翻谱归真 谁一定要知道 这些是信的 信的圆满具足 相信佛的话 相信祖师的话 就是信 自信三宝 自信觉是佛宝 自信正是法宝 就是清静平等 自信清静是神宝 神宝里头最重要的 是活静 我们提倡去 沉静清活 人一定要学情绪 狂妄自大 这是病态 有这个病态 自己并不知道 自己知道就好办 那你觉悟了 自己不想的 所以自觉很不容易 可是别人 看别人很容易 真正会修行的人 把别人当作 自己一面镜子 看到别人有傲慢喜气 不要放在心上 更不可以放在口里